罚款加严重警告 姚明手起刀落 李春江和杜芬的脸色挂不住了 北京时间10月18日 202到2023赛季 CP排名迎来大反转 上个赛季打入半局赛的上海和广东队垫底 辽宁浙江北控和山西倒是名列前茅 而随着姚明连续开出罚单 也让球迷和各个俱乐部 意识到了新赛季联赛要改变的决心 原来在过去不久 CP官方开出了一张新罚单 上海外援比斯利 因为在赛前奏谷歌 未行注目里被罚款一万 加严重警告 视频画面可以看到比斯利自由散漫 完全无视CP纪律准则 被罚也让很多球迷大快人心 有球迷留言认为 比斯利这种球员不能留 能力是挺不错的 但是打球情绪化特别严重 而且不服从管教 防守特别散漫 可谓是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李春江新赛季开门不利 目前球队取得一胜两副战绩 排在联赛末尾 刺头比斯利在比赛暂停期间 还曾被曝顶撞李春江指导 比斯利无视主教练 直接抢过战术面板 用咆哮式的方式 当起了上海队的临场教练 画面中能看出来 李春江指导很无奈 因为带队这么多年 还从未有遇到过这样的刺头球员 怪不得上赛季 比斯利不被允许进入CP打球 看来真的是有原因的 李春江指导现在很无奈 新赛季三场比赛 球队进攻可以说是如同梦游 基本上没啥战术 就是利用挡拆给王哲林进攻 制造点威胁 丁岸一航状态极为不稳定 球队几名外援状态差 失误太多 投射能力还不行 比斯利状态下滑更是超出想象 李春江赛后总结 新赛季球队目前还没有磨合到一块 赛季漫长 他相信球队会越来越好的 而杜峰带领的广东南篮 和李春江指导有这一样的处境 广东南篮也是一胜两负 虽然仅打了两场球 但因为防控原因缺席揭幕战 宏远被连赛判罚输球 让马不理减了大便宜 广东宏远目前阵容效果一般 回归的马上也神一场鬼一场 宏远三少真正打出效率值 仅有替补的虚节 而赵瑞的状态也是有些不稳定 胡明轩的数据惨不忍睹 新赛季一直就是拉胯的表现 对阵深圳南篮的比赛 胡明轩全场六投一中的三分 全场十投二中砍下八分 国家队队友顾全三分球十一投八中 全场十八中十一砍下三十二分 前队长周鹏十一投五中砍下十三分 杜芬很是无奈 赛后也是痛批 宁清球员必须要站出来 现在去看放走周鹏 这就是一个错误决定 就连离队的威姆斯在山西俱乐部 也逐步找到了状态 广东和上海纳篮 可谓是难兄难弟 当然新赛季才刚刚开始 谁能笑到最后还不一定 杜芬和李春江 都是联赛经验老道的名帅 他们或许有方法 来慢慢解决出师不利的局面 但是肉眼可见 胡明轩这两年没啥进步 张浩佳 张浩 王兴凯都没有打出来 杜芬新赛季不仅仅要带领俱乐部 打出好成绩 要提前筹划带领国家队 打11月份的试育赛 如果胡明轩还是这样的状态 再进入中国南篮集训名单 恐怕会遭到更多球迷的质疑 身为CB FNVP的胡明轩 应该清醒了 否则杜芬的脸面可就真的挂不住了 好在啊 中国南篮胜余的试育赛赛程相对轻松 杜芬不需要考虑其他问题 只需要在四场比赛中 任意打赢两场 就是基本可以确保排名 进入前三 获得世界杯出现名额 所谓是大平就出现 当然 我们的目标自然还是四战全身 毕竟巴林和哈萨克斯坦 明显弱我们一档 现在排名小组第四的老对手伊朗 状态也是非常一般 那么 今年11月11日和14日两场 客战伊朗和巴林的比赛 就尤为关键了 如果两场都能顺利赢球的话 中国南篮将会来到八胜两负 确保出现的安全位置 中国南篮此时也不能够太过轻敌啊 目前 我们的世界排名是第29位 与第30的韩国南篮和第34的菲律宾南篮 差距都不远 中国南篮也要加油了 最后 喜欢大国人球迷 别忘了关注点赞 加转发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